目前为止呢5纳米的处理器啊就只有苹果的A14和华为的701020 虽说我们都知道高中的骁龙875肯定是会上5纳米工艺的 但是呢目前并没有过多的消息啊 不过呢有一次的事情来了 谷歌和三星定制处理器的消息啊被曝光了出来 第三枚5纳米的处理器啊不是来自三星猎户座本体 而是来自谷歌 还没呢近日呢给出了全新的消息 谷歌呢正在找三星猎户座定制全新的处理器 这枚处理器呢就是5纳米工艺之成的产品 最重要的是加上了全新的A78大盒 不过有意思的是啊除了A78之外呢也仅仅只有A76了 而并不是A77的大盒 所以呢这就有点意外了 谷歌定制的这枚处理器呢是大盒 两个A78加两个A76加四个A55 采用自然NPUGPU呢是MP20GPU 这样看整体性能的提升是很大的 相信了很多人都关注这款处理器的跑分 毕竟呢是全新的5纳米工艺全新的A78大盒 还没呢给出消息是 BIGMAN15的跑分呢高达1125分的单核成绩 而多核呢则是4129分 这个分数呢是目前最高的安卓旗舰跑分了 所以说呢明年的安卓旗舰跑分肯定是可以参照这个的 单核呢比865多了200分左右 多核呢提升也是非常明显的 而麒麟1020目前的跑分呢还不能确定的 所以谷歌找三星做芯片呢似乎给了国家厂商一个方向 特别是三星放弃自然后啊 国家厂商完全可以去找三星合作做芯片啊 OK那你认为这条路怎么样呢 欢迎来讨论我们下期见 拜拜